奥儿 你从今往后 要跟着太夫好好地学习 不许再淘气了知道吗 是 母后 皇后殿下长乐无极 奥儿 快向太夫行礼 是 是 奥儿 以后一定要跟这位太夫 好好地学习才是 是 母后 皇后殿下请留步 大人免礼 大人去西域的时候 姑还是太子妃 没想到多年过去了 奥儿已经长大了 大人也沉稳了不少 谢皇后殿下 奥儿生性不羁 以后就有劳大人了 请殿下放心 肖语一定克尽其责 好 那姑替太子和皇上谢过你了 本王问你 何为太夫 太夫乃太子师父 太夫之责在教育辅导太子 使之掌握儒学精益治国方略 成为继承大业之人 现在我来问你 何为太子呢 太子就是我 太子就是我 康王殿下以为如何 立敌以掌 是为太子 答得很对啊 可为何如此呢 立敌以掌 世事不绝 天下之大业 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 父子相传 汉之曰也 康王殿下明学强辩 又知长幼有序 来日定可成为太子左右 太子天下本 本摇天下动 不知道诸位可感觉到震动了吗 大胆 竟敢羞辱本王 好 太子虽然高贵 太父却可以教训 学乖了没有啊 弃而不舍 金石可漏 如子可教也 你刚才的步伐是什么名堂 能不能教我 今日就此下课 回去好好温顾 明日咱们学 黄老与如雪有何不同 老师教我习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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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学文 后学武 不知殿下一下如何 请教我习武 兴儿 慢点兴儿 兴儿 今日进学 新太父都教了些什么呀 跟娘说说 黄熊跟新来的太父打起来了 这新太父是何等人 居然这么大胆 连太子都敢打 我说是萧玉 萧大人 萧玉 阿瑶 真是有兴致在这赏花啊 让我好找 什么兴致不兴致啊 不过是闲来无事打发时间罢了 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啊 康儿下学以后有没有见过你啊 见过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今天成名殿的事 不就是换个太傅吗 有什么新鲜的呀 姐姐可知道新来的太傅是何人 那你认为应该选谁做太傅呢 看样子你是知道了 你不觉得很巧吗 他怎么回来了 郑君 两位妹妹都在此 皇后殿下常乐无极 郑君啊 我们正说呢 听说陛下给太子换了新的太傅 今天在成名殿 太傅居然出手打了太子 是在奥儿下学 姑已经询问过了 确有此事 这都已经是第几回了 太子和太傅打斗 这成名殿啊 以后可是热闹了 今日啊 在成名殿 太子以及几位皇子 与太傅发生打闹 实在是不成体统 还望两位妹妹尽心督责皇子们 勤勉进学 不负圣恩 姐姐所言极是啊 多谢姐姐提点 也请姐姐 可以查明今日之事 缘何而起 责任在谁啊 那以妹妹之见 今日之事非要闹到陛下那里去 便出一个孰氏孰妃来吗 郑君 你要是觉得你不好开口的话 可以由我带你去说 也未尝不可呀 都是小孩子 何必为此伤了和气呢 萧玉为人阻止多谋 由她做太傅 说不定就可以管输住太子呢 又可以了却姐姐的心病 又可以和萧大人频频相见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阿盈 你此话何意 早在姐姐当太子妃之前 不是就跟萧大人的私交很好了吗 我想 恐怕就是你 亲自保举的萧大人 做太子的太傅吧 这亭子里面又没有外人 就我们三个人 你又何必隐瞒呢 萧玉做太傅 完全是皇上的旨意 你别多年 难道萧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吗 萧玉拜见傅昭迎 本宫 嫌永相太乱 有心出来走走 不想在此遇到了萧大人 萧大人心意之行 此次回来更是气度非凡了 夫人也是风韵犹存啊 这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萧玉嘛 听说永相风华正貌 身受金上宠幸的 是董美人 怎么 萧大人也对董美人有意 萧玉还是萧玉 哪有不爱美人的道路 听说这董美人二八风铃 娇艳欲滴 怎比圣夏的牡丹呢 萧大人认为 你牡丹开到盛夏就该败了吗 明娶的风光还是很好 下官就不打扰夫人 先行告辞 太子还在问书吗 太子自进学以来还从未如此勤勉 看来萧太傅还真是有些本事 奥儿要真能进步那倒也罢了 怕只怕今日啊在成名殿闯了祸 才做做样子而已的 太子今日表现 在奴婢看来 倒决然不是在做样子 是吗 太子既做内侍案前 案上摆的全是论语和老子 看来学习的颇为用心呢 好 公孙夫人 把太子的这些食物啊 拿到内侍去吧 昨日的课夜 想必诸位皇子都准备好了吧 皇老之学与儒学的渊源 可有人知晓啊 不知道 皇老老子之学又称道学 儒学手推孔子 孔子曾师从老丹 康王殿下所言不错 还有哪位殿下有所领悟啊 学生略知一二 想不到太子殿下昨日也有用功 老子云 治大国若烹小仙 皇老乃无为之术 事为无为而无不为 高祖已知清静无为 休养生息 道我孝武大帝以儒学之国 天下富足 道学与儒学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各有其用 免礼 太父所谓何来 下官此番前来特想殿下道贺 喜从何来 以下官多日来的观察 太子引物惊人 不仅抢计明辩还能融会贯通 来日必成大器 太父在成明殿受业不过数日 怎知太子将来必成大器呢 殿下有所不知 太子少年气盛 胸怀大智 之前荒书不学 实乃管教过言 激起太子的逆反之心 如今下官恩威病师 一阳有道 太子对学习又回复了兴趣 太父所谓不无道理 姑想请教一下 如何一阳有道呢 一味苛则并非良策 唯有对症下药 一失一敌一有 刚柔病举宽言相计 导致书之行之有效 太父身安因才施教之道 他日太子若学业有成 姑将禀明今上 减在地心 下官深知殿下 为太子禁学忧患 一心只求为殿下分忧解仇 绝无半点邀功情赏之意 太子学业之事 就有劳太父您了 下官领旨 是 儿臣拜见母后 阿尔手里拿的是什么书简 是承明殿太父所授的德经 阿尔正在问书吗 是 看到阿尔如此用心读书 母后很宽心 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 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阿尔